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挺看重 连 连什么呀 不敢说 有什么不敢说的呀 不就是连女人都要让给她吗 我就不信了 哥 这口气咱得出过 出 必须出 就这么办 走 爸 没出钱啊你 好 关华 赶紧吃口饭 吃完了饭 陪你妈去趟童司令那儿 回去 把衣服换一下 头发也梳一下 对了 你萧伯伯的正审结果就要下来了 如果顺利的话 下一批参军 你跟春生一块儿去 真的 嗯 那太好了 春生 悠着点 喝喝水 闯口气 谢谢东哥 哎 你当兵那事怎么样了 叶伯伯说了 政审这两年就快下来了 这回应该没问题 说什么呢 什么没问题啊 春生 要当兵了 是吗 好啊 这下你小子算是如愿以偿了啊 你跟洪平怎么样了 天儿哥 你最近有什么打算啊 你都当兵去了 哥们儿也颠了 我想好了 打小着跟着北京成混 闭了眼睛 从南走到北腻了 听 打南端回来哥们儿说 广州那儿 新奇的物点多了去了 可这四九城这么大 装不下你这个爷了 哪能呢 东哥 我就是纯为了出去开开眼 天儿哥这肯定小子 想好门道了 什么都瞒不了你 以后啊 你就跟部队里头 当一大将军了 我呢 就渴着这大千世界啊 玩命折腾 行 你就好好折腾你呢 哥们儿 我就先颠了 干吗去 我这儿刚到 回家看书去 东哥 别发给你 我先走了啊 慢点啊 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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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喝口茶 小梅 你怎么在这儿啊 我有话跟你说 好 谢谢你啊 来告诉我这些 小春生 星期天不要去了 换一天 你还是会去 是不是 这黑子对我有意见 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 再说了 这梁子既然在 总要解决不是 你怎么会在这个时候 碰到黑子他们 我刚好碰见的 对了 我听叶芳说 叶阿姨要把你介绍给国华 ymou 也不觉得 我也喜欢一个股 现在我已经找到她了 那姑娘长什么样子啊 她头发长长的 眼睛大大 笑起来特别好看 她笑起来啊 眼睛弯弯的 好看极了 那就祝你们幸福了 这是才多久没见 就成大小伙子了 这个子真帅气 小梅呢 小梅 早晨的我让她去她姑姑家 送点东西 本应该早就回来了 我估计啊 是跟她姑姑很久没见了 耽搁了点时间 见了姑姑亲 是 是 是 国华今天多大了 比小梅大两岁啊 那为什么还不入伍啊 是不是另有打算 她能有什么打算呀 下半年就走 这不老叶吗 让她现在赵姐复习功课 说把文化课呀弄得扎实点 将来考下来比较好 有把握 我说让她先走 部队都锻炼人呀 对对对 早日午好 早日午好 锻炼人 你看 小梅回来了 怎么去姑姑家这么长时间啊 快看谁来了 快来 那过来看看 阿姨好 好 小梅 要不去我屋里坐坐 那去吧 齐阿姨我去一下 去吧 快去吧 好 这孩子见得又没什么说的 让她们了解 对 让她们了解 来 让她们了解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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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喝水吗 小妹 其实我 郭华 咱俩不合适 时差海我也在 你喜欢华冰的那个姑娘 和红灵 相信是长辈们的安排 我不想让他们担心 所以单独把你叫上来说清楚 你不要有压力 小妹 那个 谢谢你啊 不用写 我也是为了我自己 对了 有件事要跟你说 这哪儿孩子 这孩子 秦阿姨 童博博 我这儿突然有点急事得先走了 改天再来看见二位啊 妈 我先走了 什么事这么急 什么大事啊 我这 人命关天的大事 没事 让她走吧 不对 我去看看 这不饭都做好了吗 妈 不吃了 不吃了 那你 那你 我走了 先进来啊 慢走啊 再来 慢走 这 这 这刚才还挺好 现在怎么了这是 妈 我没生气 她的确有事 还是我跟她说让她走的 妈 我俩没可能 她有喜欢的姑娘了 以后别再安排了 她太喜欢的姑娘了 你看看你 干的叫什么事啊 人家有喜欢的人了 你还拉这种事 那我也没听她妈说过呀 真丢陈 顺子 六七八谁 顾巴掌 老红车 红车 我来 哥 什么时候您怎么来了 看看点 这么喘 怎么了 喘成这样 黑子要蹲你 什么 童晓梅跟你说的 不是 那春生哥 怎么回事啊 明日一大早 枯柳树街 我去西芝门 赶草班车路上 黑子要带人蹲我 蹲你 这伙人跟他拼了 他们到底要干什么呀 行了 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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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都知道了 你还要去啊 总不能让人家摆一等吧 这帮人 我先说啊 明日没你的作战任务 你放心 就算天塌下来 我爸这口红烧肉 我也得让他吃上 这样 明日你和红铃 帮我绕道去车站 上延庆看我爸去 这哪儿成啊 这里边多少 还有点我的缘故 乔根 让延秋姐去延庆 我跟你走 别闹啊 回头叶芳又得骂我 帮你打理他 童晓梅 我跟你走 对 你不能一员去啊 对啊 行了 黑子这人也不换 就轴了点 而且他也是为了天哥 所以能化解就化解吧 明日听我的 见机行事 是 黑子 大清早的 你怎么在这儿 等你呢 行 我明白了 行 等会儿 我说句话 成吗 行 你说 自打我认天哥一来 我萧真生 要是有什么 做得不好的地方 或者是让你不舒服了 下不来台了 是我的问题 今儿我当着大家伙的面 给你赔个不是 凡哥俩就算翻篇了吧 成吗 怂了 对 我认怂 晚了 满四九城谁不知道啊 贺红灵是我天哥带着玩的 辉子 老这么说就没意思了 天哥也是我哥 他讲义气懂道理 他又不是地处恶霸 新社会都多少年了 妇女解放 自由恋爱 公平竞争 贺红灵有自己的想法 谁也不能勉强他 差不多得了 散了吧 天哥要有意见 他自己会来 甭跟我来这套 我看谁敢动 叶国华 这儿有你说话份儿吗 什么意思 你 撒泡尿照着你自己 算了什么东西啊 我天哥都说了 这什么呀 你萧春生身边一条狗 快点 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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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来 来 快走 停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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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峰 电话 喂 我 我知道了 我妹同意了 太好了 先找红军 走 走 说好了 哥 我哪儿不去 别犯火了 就算黑子不点你 齐天也饶不了你 你妈那边 我去说 香烟好吃啊 哥 但 我去哪儿了 老定 老定 我老家 那边有个老屋没人住 我跟叶芳说好了 待会儿她就请假 帮你把屋子收拾出来 去了那边有什么事 有她照顾你 这合适吗 有什么不合适的 我妹妹嘴上不让人 心眼不坏 再说了 她不是一直都对你 印象挺好的吗 总说我们哥儿几个 救你有救 这回真得靠她救你了 现在就走 你的行李我让我姐收拾好 给你送过去 郭华 小刘 你们几个去车站送红军 你不去啊 我去趟医院看看黑子 齐天让我过去 哥 你不能去 对啊 不能去啊 哥 我必须去 春生哥太危险了 你一块去吧 对啊 起码不能一人去啊 我不一人去 还要拉帮结伙 干吗 还要干账啊 那可是医院 放心吧 我心里有数 齐天要想灭我的话 不会让我上医院的 再说了 这事总得有个说法 躲不过去的 来 大伙凑的 拿好啊 哥 别送这脸了 咱们这是叶芳 是好事啊 行了 走吧 走 喝点水 Branch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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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子 孙生来看你了啊 黑子 你是我兄弟 孙生也是 照理咱们应该是同生共死 有矛盾拿到面上说 有什么解决不了的 我告诉你啊 你要是想背地里玩音的 那你跟李尚游可没什么区别了 天儿哥 没让你说话 是叶国华先动的手对吧 天儿哥 其实这事 是黑子先骂的人 骂得确实难听 这是黑子不对 所以这回全当事事出有因 我就不跟他计较了 回去告诉那孩子 再有下回 那就不是这么回事了 这陈空军 咱就没什么可说的了吧 那孩子手太黑了 这要是没个说法 这要是没个说法 我问大家伙怎么交代 你说怎么办吧 没办法啊 黑子摆酒的时候 咱们就简单意思意思 让黑子给他一管上 就当是黑子给你一面吧 红军打小跟我混 我托个大 算是他大哥 今儿他闯的祸 我替他扛了 你不能说的 五年前我没有接点 在二年前我现在 我像一样 我现在在两棵 那边有过 一样 行吗 没 偷回来 喜欢吗 特喜欢 还特 哪儿好呀 哪儿都好呀 天儿好 景儿好 人更好 你笑什么呀 来 进来吧 你睡这屋 床单肯定都是刚换的 好 这是糖屋 脸盆架在那儿 脸盆新买的 牙膏 牙刷 毛巾 肥皂 都是新的 厨房在外头 会生炉子吧 有没 会 自己烧开水喝啊 水楼头在院里 街上有个工厂做瓶盖的 我跟他们头儿打了招呼 食堂 澡堂都能用 来 这是 澡票 这是饭菜票 叶峰 你想得真周到 先别高兴 不是 这是什么呀 高中复习资料 我说你怎么又来了 这是附带条件 小鹅在这儿住 必须要复习功课 不同意 拿着行李走人 愿意上哪儿上哪儿去 成吧 成吧 那 那我答应您 但是我这次吧 走得比较匆忙 眼睛上坏了 还没来得及配呢 我已经给你配好了 你戴上看看 合不合适 合适啊 这也太合适了吧 叶峰 你是怎么知道 我这研究度数的 咱俩打小一块儿长大的 别人不知道你的度数 我还不知道啊 叶峰 谢谢你啊 别光嘴上谢 这是复习提高 这是习提急 按照进度来 每天都有作业 三天我会检查一次 你三天就来一回啊 对啊 我随时都能请假来监督你 怎么了 没事 没事 还有事吗 没了 那你好好学习 我先走了 行 那我 我送你 啊 对对对 其实是个意外 是是是 都是国华的几个朋友 年轻气盛的 我这次啊 已经好好教育国华了 明白明白明白 那就这样 还站在这儿干什么 多把心思放在正地方 幸亏对方伤得不重 没有追究你们行事责任 这样的侥幸 不会再有下一次 明白了吧 谢谢爸 没什么事 我先回屋了 去吧 站住 是谁 什么是谁 跟我装傻 上次去童四恋家 急急忙忙她就跑了 她说有急事 什么急事啊 你根本就没什么急事 她呀是没看上人家小梅 外边喜欢一个女孩 这次打架是不是也为她 不是啊 妈 你说什么呢 我就问你是谁 她是谁 没谁 就一姑娘呗 什么姑娘啊 你们什么关系啊 到了哪一步了 就是 就是一个 我喜欢的姑娘 这喜欢可有很多种啊 儿子 有朋友 同事之间的喜欢 也有男孩女孩 朦朦胧胧胧的喜欢 也有 携手并肩 想白头携老子 你是哪种啊 我实话说了吧 我说了你们别笑话我 我觉得 我这辈子就她了 是谁呀 是谁呀 在哪儿认识的 在十二海滨城 长得好看 妈 您今儿省我也省够了吧 我又不是犯人 我累了 先回屋了 她认的这是谁呀 你问我 我知道啊 不是 要不然你问她去呀 你个臭小子 你这恢复得很好 马上就可以摘纱布了 童姑娘 这回是多亏了您了 谢谢您照顾 别客气 来 喝点水 给我吧 你怎么来了 我怎么不能来呀 你快去忙吧 童姑娘 麻烦你了 来 不是 照顾你 你怎么老腻腻歪歪的你这 废话 张嘴 赶紧 鼻子 鼻子 小梅 正好 这个你帮我交给黑子 你干吗不自己送进去啊 黑子不待见我 我干吗这个时候去招他 你说累 下次查房的时候帮我给他 这都第三回了 让他买你个好有什么不好的 好不好的 我倒是不在意 我只是觉得他能伤成这样 这其中多少有一点我的责任 说什么呢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这非要说的话 也是我的事 我知道 这不怪你 你不想动手的 是叶国华 小梅 你千万别那么说啊 国华跟红军都是来帮我的 这说到底 还是我的问题 小梅 你可千万不能因为这件事情 对国华有意见啊 他这个人特别仗义 我之前听说 当大夫的心都特别狠 现在看来 还是你们白衣天使最好 心都晒 我想当医生 那你一定是最优秀的医生 来 你说累 帮我交给黑子 我先走吧 董董 我上次听齐天哥和你说 陈红军的事 你得替他挨一管插才行 你打算怎么办 那就挨一管插呗 你放心 我要是不行了 我就来找佟医生 给我治病 走了 董哥 东哥 你 来了 天哥呢 麻烦您跟他说一声 我萧真生 他还债了 你先坐 天呢 今儿不会来了 他知道你会替陈红军首播 他心里其实都清楚 做不在你 但是他在这帮弟兄面前啊 他不能就这么 随随便便地接过去 所以把你约到我这儿来 想让我做个证 今后 这件事 谁也不能再往外翻了 但是东哥 这事呢 我岁数大了 听不了你们这么多故事 有什么话 你找天儿说 你们俩咱聊 大叔 这顿算我的啊 行 二文慢用 谢谢 我给你两碗面汤 温不温 不用 两个人已经许久没有这样安静地对坐吃饭了 仅仅几天的时间 随着萧春生和叶国华的出现 两个人这些年积累下来的熟人和亲戚 似乎已经被打破了 齐天儿 你不去找萧春生了 我去 为什么呀 没为什么 我就觉得没意思 什么没意思 什么都没意思 就现在这种日子就挺没意思 咱俩扔证多长时间了 三年了 三年四个月 对 实话跟你说 过去这三年里头 哥们没干别的 就琢磨你了 你不用说心里头想什么我都知道 不用问了 是吗 不是吗 可能吧 你看 就你这态度我现在越来越琢磨不透了 就这种日子就挺没意思的 是 这事搁谁身上 谁都得心动 毕竟咱们过去见的都是什么呀 工人 要不就是老百姓 好家伙 俩俩高干子弟 还天天地围着你身边跟蜜蜂似的 嘣嘣的瞎拽 搁谁都一样了 但我告诉你啊 天底下没有白吃肉餐 你要求人家就得低人一等 你要是真是成了人家的情 那你的腰杆子 算是挺不值的 我了解你 何鸿莲 你挺傲的 你受不了 终于你生日 我给你准备了份礼物 最后一次了 我给你准备了份礼物 最后一次了 好 Columbus però我要把你的贡献 我给你盯ba Bite 干什么呢 那是我爸 燕京大学员比较上 挺精神的啊 是吧 但其实 我就等于没见过她 我八个月的时候她也自杀了 紧跟着我妈也 我是姥姥带大的 我十岁的时候姥姥也没了 你就是说我 你说我克不克人吧 那你还有别的亲人吗 有 我有个一袋黑龙江 但是没什么联系 我爸那瓶亲戚多 我也都在美国 台湾 就他一个人牛肉 也不知道为什么他没走 这些年吃了不少苦 我 你说我在哪儿是这苦吃的亏呀 就是咱把他喝了 这瓶酒啊 是有一年我姥姥过生 她一学生送的 姥姥不在了 我一直没舍得喝 今儿喝 哥 要不别喝了 留个纪念 别糟蹭了 开了吧 再不喝这酒 都跑得差不多了 那更糟蹭东西 我今儿叫你过来啊 今儿想跟你聊聊 我知道 但是为什么 你跟着怎么问你 我就想 我走之前 把何鸿铃 还有黑子 让他们托付给你 走 去哪儿 天 pos天津 天津 再去广州 我一哥们儿在那儿 混得还不错 去那儿干什么呀 倒点东西 然后 奔香啊 哥 你 你是要 不是 为什么呀 是觉得北京不好吗 好啊 可是就不想在这儿待着 这四九城再大 它也没有外头的世界大 你不也想去当兵吗 谁不想去外头世界看看 你说 一辈子在这儿当老大 也没什么紧 你不是问我还有没有亲人吗 要说有 那也就是何洪林 这一年我心里都清楚 他相信我 他依赖我 可他就是不爱我 我没那么大方 我就是因为知道 他不爱我 哪怕是他之前爱过我 现在不爱我 我也不可能把他让给你 天儿哥 我呢 就是你人不赖 打心里头拿你当哥们 才跟你说这些 你不是没缺点 你有缺点 而且你的缺点还挺致命 要是没人告诉你 你这辈子也成不了什么大事 孙孙你记住啊 你之前想把洪林让给叶国皇 感情的事是能让的吗 不是你的 你给他他也接不住 接不住掉地上这菜了 回头还得恨给他东西那位 洪林这姑娘不容易 我打心眼里佩服他 但我从不可怜他 也轮不到我可怜 他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也会努力去争取 现在洪林他喜欢你 你就接着 你得对得起他对你的这份好 天儿哥 你打算什么时候走 还有点事没聊 后天晚上 我去拔大树 掖皮货 给人家准备的生日礼物 来 敬你一杯 谁呀 你给我站住 天儿哥 我看这人 怎么这么野蜀啊 老四 李尚遥手底也那么一破玩意儿 李尚遥的手下 他来干什么 还能干吗呀 李尚遥想办我不是一天两天了 就过来探风来了 天儿啊 这李尚遥可不是什么好东西 他敢派人摸上门来了 甭搭理他 过两天哥们儿就颠了 我怕他什么呀 他去哪儿找我去 走 回来咱接着快 你一帮废物点 就让你们抓齐天这么一档的事 你一点相遇都没有啊 有消息了啊 有消息了啊 这齐天 为了跟萧生生单独说话 把家旁边的车给撤了 清车 清车要到南边跑 跑 跑哪儿去 什么 什么港 香港 可能是 齐天要去香港 他咋够肥的呀 他有这路子吗 还 还真没头 齐天啊 有一哥们姓曲 专门往这边给齐天 导航那些什么 录音机的零食店 然后齐天呢 自己存一块 卖进口的零食店 齐天倒卖 那咱不知道 但是听说这兴曲呢 在南方那边 挺有路的 我估计 齐天就是想通过他 往那个那个那个 什么港那儿跑 那你听没听齐天说 他什么时候走啊 齐天跟萧春生说 后晚上八点 把他出口接皮红 说 要给谁过生日送个礼 送完礼 就地儿 行 齐天 这都什么年代 还投考 洪娟 洪娟 我在海边 手里面 冲下一颗种子 冲进这长大后的样子 阳光暖暖的 呵护他发芽 博光玲玲中生花 我在梦里 找到一枚书签 上面写 一个蓝色故事 故事里面有 我们的模样 你再讲 你在讲 我在听 愿岁月对你温柔以待 烟火人间看不见尘埃 愿未来对我 慷慨这片海 一起看潮落潮来 愿热爱温暖所有的等待 哭着笑着 哭着笑着 微微到来 愿世界一如既往的青菜 蔚蓝的光 灑向那片海 愿岁月对你温柔以待 愿岁月对你温柔以待 烟火人间看不见尘埃 愿未来对我 慷慨这片海 一起看潮落潮来 愿热爱 愿热爱温暖所有的等待 哭着笑着 微微到来 愿世界一如既往的精彩 蔚蓝的光 灑向那片海 我在海边 冲下一颗种子 冲进茶 长达后的样子 阳光暖暖的 呵护它发芽 波光玲玲中生花 我在梦里 找到一枚书签 上面写 一个蓝色故事 故事里面有 我们的模样 你在讲 我在听 你在讲 我在听